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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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米薛 我們今天呢 因為難得有一個外縮的機會 然後再加上 我們剛剛先看了一眼之後 覺得我們今天住的這個房型 還蠻不錯的 所以想要簡單來一個room tour 跟大家介紹一下 順便分享幾個 住在飯店的時候 有一些小禁忌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位在宜蘭的老爺行旅 然後今天住的是 風格套房 風格套房一般是家庭房 但沒關係 我們今天兩個人來住 然後你看這個 他附的小餅乾 超級就是非常非常在地化 有牛舌餅跟一些糖果 然後還有一個電視 就是遙控器 然後也帶大家看一下廁所 他這個廁所呢是乾濕分離的 然後這邊是浴室 浴室就是很簡單 很簡單 然後有附上 沐浴精跟洗髮精 然後 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是他這個 他的這個毛巾架 他是可以 分開的 我是不是很 就是沒嘗試 我真的很少看到這種 這種毛巾架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耶 好好使用喔 然後 然後 他有 因為是 因為是家庭房 所以他有 兩個 洗手台 這邊就是廁所 然後這個浴室 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有附 乳液 乳液真的很重要 你有附你好棒 然後浴室前面還有一台筆電 哇 好好用我公用筆電 我的筆電 我的筆電 剛好這個桌面也是你喜歡的 哇 怎麼跟我的電腦一模一樣啊 我的啦 然後這邊是 如果是家人來的話 這邊應該就是小孩房 你看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上庫 然後這邊可能是一個 可以玩桌米場的地方 筷子可以打開嗎 哇 哇 有衣櫃 有一個衣櫃 然後 這邊有一個三層櫃 有一個三層櫃 在這 然後這邊 有另外一張床 然後 這裡呢 是 可以把拉門 拉起來是一個小河間 打開的話 打開的話 就是互通的 然後這邊就是 算是主臥室的地方 然後 有一張 又是一張沙發 可能 吵架的話就可以把 另外一半 叫來睡沙發 然後這邊是一張 燒人床 燒人床還有 台燈耶 哇 拔賴 燒人床 啊 等一下 好痛 為什麼大家可以這樣跳床 因為我撞到我的牙齒了 這麼痛喔 好痛 等一下 跳床這種事情 都是童話以前在那裡做的 童話 它兩邊都有 電燈 台燈 小台燈 小台燈 然後也有 哇 有保險箱 空的 如果有重要物品的話 可以收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分享入住飯店的九大禁忌 第一個呢 就是你在進門前 你要先敲門 然後說不好意思打擾了 不好意思打擾了 然後開門的時候呢 要打開門之後 側身進去 讓如果真的有好兄弟在裡面的話 讓他們也有出來的 你就不要彼此碰撞 這是第一個 小小的利益 然後 有一個說法也是 這樣子 你就進門前先敲門 說一下打擾的話 也會 避免說 如果飯店真的不小心 重複安排房間的話 也可以讓裡面的訪客知道 欸 飯店又安排人來了 那就是安排錯了 可以重新安排房間 那接下來 第二個呢 就是你進來 進來房間之後 要先去廁所 把碼頭的水沖掉 就是象徵把 污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沖走的一個概念 接下來第三個 就是 到我們要睡覺的時候了 就是平常在家裡 就是爸爸媽媽都會教你說 鞋子要掰正期嘛 但是呢 在飯店 因為不是你家 所以你就不要這樣做 在飯店呢 就是切記 鞋子不可以擺放整齊 然後最重要的是 鞋頭不可以朝向床 這樣子的話 有一個就是暗示說 欸 你可以就是 按照這個腳步來找我的意思 所以呢 在飯店的話 記得要把鞋子 就是隨意的擺放 最好是一正一反 第四點 就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要把燈全部都關掉 這樣就是民間說法呢 就是說 你這樣留一盞燈 可以幫你擋煞 比較亮會有一些氧氣 比較現實一點說法 就是飯店 畢竟不是你家嘛 所以 留一盞燈 如果你半夜要起來上廁所的話 比較認得路啊 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 留一盞燈是有必要性的 因為就是不是你家 你起來不熟悉 如果你跌倒 或者是撞到東西的話 誰要陪你 然後接下來第五個呢 就是你睡前的話 就是拍一拍枕頭 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提醒發出一些聲音 的概念 就跟進房門之前要敲門 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接下來第六個呢 就是不要住邊間 因為 傳統上來說會覺得 邊間比較硬嘛 因為如果你住中間的話 你左右都有房客 會比較有冷氣 可是你住邊間的話 就在角落 比較不推薦 其實有些 有些飯店的話 邊間都會比較便宜對不對 嗯 然後或者是你買房子 邊間也會比較便宜 就是這個道理 接下來第七個 如果你是一個人睡雙人床的話 記得要把另外一個枕頭拿掉 或者是把它角度用亂 就是不要一個人睡一張雙人床的意思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你的行李或包包 放到另外一邊的床上 就是讓人家知道說 欸這邊也是有人的 就不會有人跑來跟你一起睡 是人嗎 然後接下來第八點呢 就是要注意房間裡面的聖經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其他的可蘭經之類的 現在很多飯店都很貼心 有幫各個宗教的人準備他們的經典 然後一般來說 正常的狀況的話 它應該是關著的 可是如果你進來的時候 就發現它是翻開的話 通常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抑鬱 然後如果你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可以主動跟飯店說 你想要換房間 通常的話都會受禮啦 因為就是翻開的話 就是表示說好像有人在這邊 驅邪或是有出過事情 這樣子的意思 接下來最後一個就是非常非常現實面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入住之後呢 發現房間裡面的燈啊 或者是電器用品有不明的閃爍的話 就是這也不一定是有好兄弟做的 所以可能就是你真的住到一間壞掉的房間 那就是趕快跟櫃台反映說你要換房間 然後基本上呢 這一些的入房禁忌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保障一些你自身的權益 像是入房前敲敲門就確定裡面沒有其他房客 或者是看到燈泡閃爍什麼的 趕快去跟櫃台反映 或者是其實沖水也是看你這間的馬桶有沒有堵塞 如果堵塞他就可以趕快換房間了 所以這個就是不管你是唯物論者或是唯心論者都是 其實我覺得這些入住禁忌呢都是蠻值得遵守的 因為就是除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有之外呢 也是你一進房間之後可以檢查你住的這個房間 是不是所有的設施都是可以正常運作的狀態 早安 還要睡醒 早安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三明水秀 欸當然有三 有三 明水秀 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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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來還蠻舒服的 然後我們現在吃早餐 早餐在那 我們終於吃到跟蔥有關的東西了 蔥燒餅 第一盤 就全部都裝我先看到然後想吃的東西 因為一開始先去了素食區 所以本來都是素食的 但是我很想吃肉包 這個 超級好奇它是什麼味道 它裡面包好像肉絲 酸酸的 酸酸甜甜甜甜的 我們來看一下Claire的早餐吃什麼 她拿了吐司 豆腐 角白筍 豆皮 肉包 跟番茄炒蛋 我也想要吃番茄炒蛋 剛還沒有夾到 所以加一碗麥片 玉米麵 那不是麥片 喔對玉米脆片 玉米脆片 第一個有蔥的東西 好吃 但跟我原本以為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裡面是超多蔥的那種 它應該就是一般的那種蔥小餡餅 對 我拿了第二輪回來 但是就是戰力非常薄弱 一個 它是說古早味油飯 所以我特別拿了一個油飯 然後根據它的 推薦的吃法 加肉燥 加香菜 加甜辣醬 加香菜 加香菜 然後我拿了 溫泉番茄炒蛋 然後硬是想要吃 再拿了一個涼麵 加上他們自己的水果醋 它應該口口好乾喔 這就是 好像美式炒蛋的感覺啊 耶 哇 吃涼麵了 來餐廳要做好 好神奇喔 它的涼麵 因為加的是水果醋 所以完全不會鹹 可是是酸酸甜甜的 吃一下油飯 它油飯真的吃起來比較像蜜蜜 我覺得他們 飯店做的那個肉燥還蠻好吃的 裡面的豆皮很有味道 可是這個油飯 我就覺得它不是油飯 好 那我們今天的 飯店Runturn加上旅館 住房禁忌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也就是吃了一頓蠻好的早餐 那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和開小鈴鐺喔 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來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 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